马卡爆的数据统计,20只西甲球队的下窗支出,已超过8亿欧元,马卡爆列举了支出较多的几只球队的情况, 签下了阿图尔、马尔科姆、比达尔等球员的巴萨是下窗支出最多的西甲球队,达到1亿2590万欧元,不过他们也从米纳、保利尼奥的交易中取得了收益,马卡爆表示虽然黄马也花了1.24亿欧,但阵容看起来比之前的赛季要弱一些, 瓦伦西亚、比利亚雷亚尔的支出均在7500万欧左右,致在回归欧冠的赛维利亚,则花费了5600万欧元, 新赛季20只参赛球队中,升班马巴拉多利德,是花费最少的球队,他们只签下了3名球员, 其中只有鲁文、阿尔卡拉斯,花费了球队100万欧元,在转出收入方面,皇家马得里是获益最大的球队, C罗的转会让皇马赚得1.12亿欧元,比尔巴尔竞技则因出售凯帕入账8000万欧元, 利物普在英超首轮4-0击败西汉姆、莫雷诺、索兰克等一线队常规成员, 没有进入18人比赛大名单,主教练克洛普认为,球队的阵容需要等到8月31日转会窗口关闭后, 才能有最终的定论,克洛普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,克洛普说道,我不能让所有人都高兴, 我从来都做不到,等到8月31日,我相信那时候是最后一个转会窗口关闭的日子, 可能俄罗斯和中国的转会窗还开着,那时候8月3, 一日就是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,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这支球队,之后4个月的阵容会是怎么样的, 会有谁对于在接下来4个月成为利物普团队成员而不高兴呢? 我没办法帮助他们,我能够确保的就是,谁在训练中展现出了最高的水平, 就有很大的机会成为团队的重要成员,他们也能留在球队当中, 这样也会让我们很高兴,在生命当中,在这个世界上, 有很多事情都比没进入周六或周日的比赛大名单更加难受, 我是这么觉得的,当你还在球队里面,你就会有机会改变一些情况, 米尼奥莱如果有些球员未能转会,请保持职业态度, 今年夏天,有些球员被传出可能离开利物普,其中包括了马尔科维奇和米尼奥莱如果最终有些球员没能转会离开, 克洛普希望他们不要怀着负面的情绪,克洛普说道, 这不是我的决定,我负责做最后的决定,可以,不可以,不过在此之前,球员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负责任, 这不是问题,一个阵容最完美的人数就是11人,没有人受伤,这样他们所有人都高兴, 尽管有点累,但他们都会高兴的,当你有12个人,那个没上场的就会说, 为啥我没得听呢?情况就是这样的,一切事情都会变好,但如果有人觉得有问题, 那他就是和我有问题,因为他不尊重这种情况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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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